好假活呀 外国人为了养熊猫也太疯狂了吧 法国熊猫出生的时候 法国的总统亲自接生 卡塔尔为熊猫建造了12万平方米的熊猫馆 韩国直接把熊猫当成财阀公主来养 中国熊猫在外国都什么地位呢 外国人对熊猫有多疯狂 大伙长按点赞三秒 小声来和大伙聊聊 出国的熊猫 外国人为了能租到熊猫 那真是祖坟的乡都是一天上三遍的 自1984年开始 我国破天荒的就推出了国宝熊猫的租借制度 荷兰一听就坐不住了 毕竟打他的主意那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终于毕竟16个春夏秋冬 三届总统交际国宝星雅和武文 在17年乘坐印有他们头像的专机前往荷兰 荷兰为这来之不易的巨星耗资约700万欧元 建造了一座名为潘大西亚的熊猫馆 同时也是全球最豪华的熊猫馆 据说荷兰为了让国宝们感到宾之如归 特意邀请中国工匠以古代故宫为原型所打造 这造材呢还是从中国运输过来的 荷兰人表示啊 对大熊猫的爱已经溢出来了 就连皇室王子都坐不住了 亲自来到中国接走一对大熊猫 大熊猫一落地 荷兰人民在道路两旁欢信鼓舞 要说熊猫的死忠粉啊 那日本可能算一个 在日本熊猫那真是皇帝般的待遇 上班五分钟休息两小时 你日本人想看我熊猫啊 抓紧吧您呐 收到熊猫指示的日本人那只能乖乖照做咯 日本的上班族呢不惜以生病为由请假 即使是扣工资也要去动物园门口排队看熊猫 更夸张的是啊 为了预约第一时间看到熊猫香香 园区的电话一天都是占线的 获得不采取抽签机制入园 熊猫只有一只却难敌观众的狂热 早上六点钟的动物园门口排起了大概两公里的长队 据称啊 有人甚至彻夜排队 只为了能观看不到三十秒 一只熊猫的人气比首相还高可不是说说的 根据协议香香原定于2019年6月归还中国 然而由于许多日本群众希望它能多留一段时间 据媒体采访 日本群众直言愿拿安倍来换熊猫 希望香香留在日本 成都的熊猫元素够浓郁了吧 但说在东京上野那块的熊猫浓度啊 比成都还高你信吗 在上野地标建筑松板屋百货外楼 悬挂着一幅约二十米的香香肖像 由920张香香的照片拼凑而成 正面是香香的名字 背景文字重复写着 最喜欢你了 在香香回国的前几天 不少日本粉丝排长队告别他 作为财阀公主的熊猫福宝 在旅寒期间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 从每天睡醒睁眼便有饲养员的服饰 又是举高高又是抱抱 听说你爱玩 花环包包秋千蝴蝶玫瑰花 全都给福宝安排上 甚至六一儿童节还给他装备了小惊喜 甚至啊 为了让福宝不遗忘母语 韩国饲养员努力学习中文 用憋角的中文和福宝交流 用毛笔字写出福宝的大名 目的是为了给他创造熟悉的语言环境 有着一日福宝回国 可以迅速融入熊猫大家庭 不会被排斥 大熊猫人人都爱 但作为国宝也不是轻易就能外借的呀 去年四海和京京去了卡塔尔 卡塔尔向咱们租借大熊猫 仅仅申请一次就通过了 反观隔壁阿三反复辗转14次 却还没通过 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啊 印度三哥以为咱们在歧视他 实际上是中东土豪们给的太多了 没办法呀 还在四川的熊猫屁股都没挪动 人家就直接已经建好了 中东第一大熊猫馆 家师装饰配空调 模拟出来的四川气候 让到来的贵宾们有了家的感觉 而印度作为热带国家 好像只有恒河水可以给熊猫洗澡 三哥可能还不服气呢 但咱们的国宝 异国他乡有中文歌厅 芬兰作为租借大熊猫国家之一 每到中秋节都会安排专门的乐团 演奏中文歌曲 让一群外国人唱 明月几时尧 把酒问青天 BBC熊猫门事件你听说过吗 十年前英国BBC评选 2011年度女性 大熊猫田健作为一名女性当选 据说当时英国有一片地区是禁飞的 为了给还孕熊猫一个安心的代产环境 直接在其居住上空设置了禁飞区 就是一整个特殊对待 其实这都还算是鸡毛蒜皮的小事 熊猫能团结国家你敢信吗 2014年英国发生了苏格兰独立公投 同时也引发了一场熊猫争夺战 当时的苏格兰爱丁堡动物园的大熊猫 是英国政府管理的 一旦苏格兰独立 这一对大熊猫就必须返回英国 苏格兰民众表示强烈反对 宣称 我们可以失去自由 但不能失去我们的熊猫 最终在独立和熊猫面前 苏格兰人出乎意料的选择了后者 这两只熊猫外交官成为了 阻止一个国家分裂的调和剂 乔治夏勒在他所写的最后的熊猫中说 熊猫跳脱出 它高山上的家园成为了世界公民 它是我们为保护环境所付出的象征 能跟熊猫生活在同一个世界 演化历程发生交错 是我们的运气 你们也是这么觉得的吗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 关注我 下期带来更精彩的内容